哈囉大家好朋友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錄一集羊樓3喔 那上一次的話基本上我們是到了就是 埃及的這個樓層喔 但是我們也是順利把我們就是害羞留言跟我們的寶石全部拿光光了 那基本上的話其實這幾次我覺得上面樓層的話 其實還算是都不會那麼的困難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繼續前往一下我們第十一樓層 看一下十一樓層會不會也是那麼簡單喔喔 十一樓層就是我們那個魔術樓層啊 那魔術樓層的話基本上我之前已經 已經拿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是要來抓一下那個害羞優靈 因為我們上次基本上那個 還是害羞的我沒抓過啦 嘿 完了 十一樓層我忘記我有沒有抓害羞優靈 但是寶石我是全部拿完了 害羞優靈感覺好像沒有抓 吧 完了 哈哈 應該應該是還沒抓吧 吧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 哈哈 哎這很尷尬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寶石已經全部抓完了但是 你不知道 這關的害羞優靈你抓到了沒有 哇這真的是 很棘手呢 哇尷尬了 原來這關是我們 第十一樓層是我們的魔術樓層啊 沒關係我們就先看一下有沒有那個好了 先看一下那個盔子有沒有震動好了 反正房間其實 應該也都還好 因為這邊的東西我應該都已經吸的差不多了 害羞優靈有沒有抓到我已經忘記完了哈哈哈 你知道嗎 記性不好的人啊真的是 是很麻煩你知道嗎 最好是一切一一切就一直就是 一開始就直接把東西都拿光這樣 最好結果 沒想到我 我都忘記了哎 應該是 已經抓到了吧 吧 因為感覺都沒有在震動啊 完了完了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再再晃一下晃一下啊 我是 我是希望哎沒沒沒還沒抓還沒抓 再震動了 還沒抓到 然後音樂還沒變所以 在這附近哦 哇這間如果你沒有直接找到也是一個麻煩 因為 因為房間也是很多個 浮在這裡哦 這裡嗎 哎沒有哎哇塞 哇哎這關的 害幽靈不簡單哦 不知道躲在哪裡哦 但是在這邊有感覺到那個震動了 搞不好就在這間看一下啊 在不在這裡 也沒有哎 哇塞 哎真是好會藏哦 房間太多了 我今天根本就是來逛房間的你知道嗎 這邊吧 哦對 聽到聲音沒 哎 這個了啦 還想躲啊 哎不是哎 哦抽屁抽屁這個這個 嗨 哎 來了 我是害羞魔魔 竟然被你識破了 真不甘心 好了沒問題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哎 這關有鏡子啦 所以會直接看到他在哪裡哦 沒問題 當初這關的話 基本上我們吸的很乾淨啊 所以 這邊只要把這個害羞任務解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再前往下一個樓層了 下一個樓層好像就是那個吧 海盜餐廳還是健身房 那個可能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尤其海盜餐廳啊 我覺得海盜餐廳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海盜餐廳那邊的話 基本上 點還蠻蠻蠻不知道該在哪裡的哦 水好 噔噔噔 太好了 哎那今天還不錯哦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 這一關的寶石很早就已經 就是取得了 所以就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就全部的方塊都已經取得了 這很沒有問題 水啦 我們可以先往下一個樓層了 好不好 哎我覺得寶石之旅也快要到一個尾聲了 哎真的是 很不錯 那之後的話這款遊戲破完之後呢 就是整個劇情打完之後 我跟喵哈 還會玩一下那個雙人模式 因為這個遊戲有那個雙人模式的一些關卡 這樣子哦 而且好像有最近有出一些就是新的一些DLC 也會玩完之後才會再換遊戲 跟大家就是介紹其他遊戲這樣子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前往我們下一個樓層 哇今天一次探討層哎 真是很棒對不對 搞不好我們到時候上去就直接把那個 下一個樓層有沒有12樓層也給他看完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這關我覺得 應該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哦這關 因為這關的話呢 當初在探索的時候就是沒有探索很仔細 應該也沒有說很不仔細啊 但是就是沒有發現一些就是蹊蹺的地方 而且這關是有那個就是 大鯊魚boss的關卡哦 要小心一點點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這個船 我們基本上已經拿到了 所以就沒什麼事情 這邊我記得我吸的還蠻乾淨的 對 吸的還蠻乾淨的 然後 這邊的話我覺得這邊就應該要有一些那個了 要好好的吸一波了 這海鮮餐館啊 沒有那麼簡單啊 來來來 哦這好像沒辦法拉爆哦 不行不行 這邊沒辦法拉爆你只能吸這個葉子 吸完葉子不知道可不可以按叉叉哎 不行 所以這個就代表這邊沒東西了 OK 那我們就 顯形燈一下哦 那這個船的話我們之前就已經顯形燈過了 所以我記得好像是黃金鬼吧 所以就是個黃金鬼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 這樣 這可不可以 這壁畫也不行哦 好 那我們就要往這邊來了 記得當初這邊好像也有點點小鬼的感覺哦 然後 這地毯是怎樣 這地毯有鬼哦 這地毯是不是新新布置的啊 當初沒有這個地毯的感覺 回 好沒關係 看這邊感覺好像沒東西 然後這個我們已經捲過了 這好像就是錢吧 然後沒有什麼寶石 然後這關的寶石只有一個 哇 我們那個時候只有拿到一個哦 這樣算蠻慘的 沒關係顯形燈一下 哪裡有鬼 顯一下顯一下 哦沒有 這個 就很尷尬了 這邊是我們當初就是 加了這個東西然後把這邊直接吹爆 然後把這邊吹爆之後才有東西 但是地板上的話他有那個哎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紅色圈圈的形狀 然後這邊的話都已經 推不掉了 所以看來應該已經已經OK了這樣子 那這間的外面感覺就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了是不是 還是要顯形燈一下 這也不是哦 這邊也沒辦法要顯 然後盔棘是可以進到這個裡面的 但不知道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嘛 那我們就盔棘進去這裡面然後看一下顯形燈好了 馬尼歐過來一下 我是馬尼歐 錄一擊 他可以鑽到這裡面啊 但我記得這裡面上市用的時候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其他東西的感覺 顯形燈我記得我也顯過了 沒東西 沒東西 然後這個獸運臺沒東西 震雷沒東西 啊這個是不是 這個也可以丟出來哎 所以外面有東西是可以砸的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有先丟出來 然後用這個來砸一下 他給這個東西應該是有什麼東西 哦這個東西可以砸啦 有沒有 這個球球 那應該有一顆是藏在這裡面哦 我覺得 應該有一顆是藏在這裡面 因為他就讓我們可以砸了有沒有 丟 呵那個是燈還是什麼啊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綠綠的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全部打掉 有嗎 哎都沒有哎哎 看來不是這樣是不是 哇 好像沒東西可以砸了 沒東西砸了然後就就就就沒得用了哦 尷尬我怎麼覺得這個這個有鬼啊 啊 算了 還是看一下前面有沒有東西可以砸了 你感覺他會給我們那個東西的話 就應該是有什麼鬼啊 你可是那東西好像不見了哎 嘿嘿 好吧沒關係 哎還是這個這個刀 這刀是不是有鬼啊 這個 應該也是沒有了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外面這邊應該是 沒東西了好不好燈都砸爛了 好 哇 這關害羞的已經超大哎 他已經開始在那個雷 已經在開始叫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一個寶石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弄過了 一個寶石在這上面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整場只有找到 只有找到一個寶石 哇 尷尬一波好不好 沒關係 繼續探 然後這邊地方的話我覺得應該都可以害羞 不是不害羞 就是可以醒醒燈一下 對啊這邊我記得我們之前也不是說探很少 然後剛剛那個前面那個地方很震動哦 這邊反而就沒有了 所以是不是剛剛那邊啊 剛前面這邊超震動的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超震動的 可是這邊有什麼東西啊 這個嗎 難道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了啦 害羞幽靈 害羞海海 啊他叫害羞海海哦 看照燈方法有沒有找到了 哈哈哈 這招真的是超好用你知道嗎 就完全不用擔心他從後面來的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超擔心他從後面來的 所以都一直被打 然後我學會這招之後就再也不會被打 有沒有 哎直接看到了 想幹嘛啊小可愛 再見 好 這樣我們害羞人都先解決了 但最麻煩的就是你要你要去探一下那個寶石 你知道 寶石真的是最麻煩的哦 感覺這些地方的話應該都可以那個哎 感覺這邊的話應該很多地方都可以險停一下 好這邊的話既然可以拉爆 險行險險險險 沒事 這感覺好像你都可以拉爆一下 幹嘛在那邊搞事啦 蝙蝠 走開啦 哈哈 他追我們 哎不是啊 哎他真的很煩哎 幹嘛啦哎不是啦幹嘛 這蝙蝠有問題哎 而且他沒有錢你知道嗎 最機車的就是這個 你有錢在身上就算了 重點是你根本沒錢好不好 GG好不好 好這邊的話應該都差不多 反正有爛東西我們就把它弄掉好不好 這椅子應該都可以弄掉 弄掉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拉爆這樣子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一堆那個球有鬼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球有鬼啊 應該是可以幹嘛之類的 不然他幹嘛給我們這個球 哪邊可以打爛啊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打爛的 比如說這個燈還是什麼之類的 應該都可以打爛 不行這燈沒辦法 然後這邊的東西 我先把它撞爆 撞爆撞爆 拉掉 回爆 那感覺真的有這個這里面有點鬼啊 他里面有這個東西 哦繼續線性 某名字 哎現在已經先找到那個害羞幽靈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 沒什麼大事發生這樣 我還真不知道 寶石在哪裡哎 念頭又沒有哎 而且我們還要很多顆哎 還是全部都集中在 後面啊 船上應該就不用去了 因為那種大關卡打Boss的地方 好像幾乎 都沒有那個Boss 哎 要不要給我吸 好 然後旁邊這邊也吸一吸 旁邊這邊椅子這邊也是滿佔空間的 很擋 有沒有 沒有 哇 然後這些傢俱有些用震的就可以把它震開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哇哦 怎麼辦 這個東西都還沒有哎 這關卡 怎麼好像有 哎 哎這個可以進去吧 水 這應該可以進去哦 有沒有 這有鬼 哎 沒有鬼嗎 我以為這邊打開會有什麼東西哎 這沒有 爆 這個也不是東西對不對 這也沒有啊 蝙蝠走開啦 蝙蝠這 這罐大概最麻煩的就蝙蝠了 不過有錢啊 哎這邊都沒有哎是怎樣 難道全部都在後面那個沙灘 不這樣的吧 全部集在那個沙灘裡面是嗎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可能哎但是 感覺怪怪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還差 我們這罐是只有拿到一顆而已哦 我的天啊 所以全部都在這後面是不是 好啊 我們就吸吸看啊 反正這邊的東西 椅子那些都可以震開嘛 他就不會在那個 那個美人魚一定有鬼啦我覺得 這美人魚一定有鬼 下面還有幽靈鯊魚 那美人魚怎麼看就知道 有鬼了 那應該就是一顆了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顆該怎麼辦 這比較重要哦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不要跟我講說 就是關卡前面還有 我們前面那邊 其實探的很仔細了 你知道嗎 如果前面那邊 真的還有寶石 那我們真的就 就完蛋了 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這邊一樣把沙吸一吸 跟我們的法老關卡是一樣的 吸沙 吸爆他 但我們現在應該要拿什麼東西去砸那個美人魚 不然 不然不知道幹嘛 會不會船上也有啊 這次搞不好連船上都有 不是沒可能哦 會不會要找東西丟他啊 看一下 哎這邊都沒還沒吸過 哎還有蛇 太多蛇了吧哇操 你蛇還在咬我們還中毒哎 哈哈 太誇張哦 直接吸爆直接吸爆 我難道是在椰子樹上面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哎 我的天啊 我們先把那個沙都吸光再說 哇這海鮮餐廳不好搞哎 然後椅子那些的話正開他就會直接爆開 所以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那個絕對不是 我們的東西這樣子 絕對不能拿來用我們的東西的 來來來 這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你說 不要再藏了 是不是藏了什麼寶石在你製這個箱箱裡面 你說 都沒有哎 好鬼哦 哇 這關 到目前都沒有頭緒哎是怎樣 哇塞 我想至少會有一顆 但現在 什麼都沒有哎 更爆 哦 椅子裡面也有錢哎 哇這邊殺的全部吸完了哎 啊椰子是不是可以吸啊 哦椰子可以吸 先去找那個美人魚好了 我覺得那美人魚有鬼啊 美人魚有鬼啊 那笑成那樣是不是 哎 果然有哦可以炸 哈哈哈哈哈哈 要再多炸幾下是嗎 再吸個一顆 幹嘛 有手哎 好噁心哦這美人魚說真的很噁心 哎 保石櫃啊 美人魚這是保石櫃 但這樣哇我們也只找到 我們也只找到一兩顆而已哎 真的是還是一個很很漫長的一個例 哎這個居然有20滴血 好拉掉 好沒問題 哎繞了一圈 才找到第二顆而已哎 哎 怎麼了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啊 怎麼突然變 地圖變這麼大 怎麼了 哦 上面在開派提耶我的天啊 上面在開派提耶 前面在開派提耶我的天 你們看到上面一堆鬼 哇 接下來要幹嘛